也可以理解为是 一副当管 万副莫开 一人在这挡呢 别人都用不了 这样一个情况 他们的出口只有一个 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NAT的 找个权的 这个有点 旅亚就不乱了 我们找一找 我找个文件放进去 应该有个NAT 抽抽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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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就像这个 好 我们看一看 这里 这是LVS NAT的一个过程 首先也老样子 用户 发出请求 请求 看这个数字就可以 请求还是老样子 CIP和VIP 首先到了我们LVS 但是 但是 NAT NAT叫什么呢 叫网络 地址 转换 这叫NAT NAT 其实分两种 一个是DAT 还有一个S 我们看下第一步做的 我们用NAT 模式的时候 首先用户的请求过来了 我进行一个目标地址的转换 什么意思呢 我把目标地址变了 原来是不是VIP 我一转换 现在看好 变成什么 RIP RIP 就是后面 这个 Rial Server的 IP地址 IP 首先 现在有了 CIP 目标是RIP 当然我就可以找到对应的RS服务器了 好 首先我到达了 后面的服务员 或者RS服务器 是CIP 还有RIP的 服务员处理好 怎么办 这叫请求 然后什么 想要回去 对吧 回去 它就变了 这服务器自动就把它变了 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RIP来的呀 到哪里去 CIP 这样的 然后首先 它是经过 这可能有网关 也可能没有 或者留系什么的 反正它都到了这个LVS LVS上面了 此时此刻是 从RIP来 目标是CIP CIP CIP 但是你这样直接扔给客户的话 是不是已经能发给客户 对吧 但是它在解包的时候会对比呀 它原来要的是从哪里来呀 是VIP啊 所以这样直接给用户的话 因为这个圆不对 用户可能给他扔了 所以LVS NAT模式 还有一件事情 是把这叫圆 VIP 原的IP地址 原的地址 转换了 从RIP再给你变回 VIP 这个叫原地址转换 转换 转换完了 它就变成了 从VIP来到CIP去 这就是响应 就是NAT 来的时候把目标变了 回去的时候把圆变了 这么两句 这么两句 其实就这下面这点 就是来的时候是 远目标变了 回去的时候是 远变了 远变了 它是我们统一一下 左面就是圆 圆地址 右面是目标地址 目标地址 但是这样一个过程 谁压力比较大呢 LVS 用NAT的时候表示 压力山大了 压力山大了 他所有活都自己他做了 这个2S服务器 服务员之负责处理一下 然后发回去了 所以LVS压力大 这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么一个过程 好 这是这个 这里 对 可以 这是LVS的NAT的模式 这里也稍微给大家一点时间 说一说 有的时候会让你说 第二模式 NAT的区别 需要说一下 说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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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